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润股市昨天下跌3.9% 今天再次暴跌 横升指数收盘大幅下挫1105.89点或4.22% 收报25,086.43点 同时上润指数下跌2.49% 深圳城市下跌3.67% 沪深300下跌3.53% 彭博摄影术未经正式的传言指出 美国基金大举抛售香港跟中国资产 导致互联网巨头在内的龙头公司股票大跌 以带动两地股票普遍下跌 孙横媒体报道 在中国官方宣布整顿多项监管指措之下 香港股市连日下跌 今天指数持续开低走低 在京东物流、美团、阿里健康、腾讯、阿里巴巴、 中国恒大、横腾、网路等多个股市纷纷重挫之下 恒生指数开低走低 此外彭博摄指出 国研证券交易与策略负责人李昆昆表示 今天市场流传一则谣言 表示美国基金大举抛售香港跟中国资产 美国或许将会限制美国基金在香港跟中国的投资 尽管传言没有经过证实 但是市场担心外资将大举从中国股在市场流出 市场群织因此受到重击 恒生指数昨天已经重挫1,129点 两天已经攻击暴跌2,234点 港股今天成交总金额高达港币3,606亿 较平时一般交易量高出大概一倍之多 此时投资人大量抛售股票 中国恒大港股开盘下跌8.35% 暴6.15港币 股价在创下4年以来新低 午后跌幅更是扩大至16% 而收盘下跌13.41% 保价5.81港币 美国复国庆谢尔曼访问中国期间 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进行会谈 而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双方外交高层第二次面对面的接触 不过今年才高升的谢峰 依旧以战狼的姿态重炮媲美 言此之心那 比起今年3月美中阿拉斯加高阶会谈 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合媒体报导 谢峰2021年2月才出任中文外交部副部长 负责管理涉美事务 而他跟香港新疆这美中两大角力的议题 都关系北浅 1993年谢峰任职于外交部美国大司 2000年任职于驻美大使馆 2008年驻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事 2010年任职外交部美大司司长 2017年到2021年谢峰在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担任特派员 曾在2019年11月召接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史莫克 抗议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20年8月谢峰跟称赞香港国安法 是为一国两制加装防盗门以及防波敌 2019年下逢香港反修立运动期间 谢峰被评价为敢于斗争 打击反送中运动有功 因此才得以高升 2021年5月谢峰还陪同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海地区驻中使节 以及外交官们参访新疆 中国外交部称这个行程为探寻事实真相之旅 报导指出谢峰在美中会谈之中 痛批美国把中国视为二战时期的日本 冷战时期的苏联 通过要谋划中国 把美国民众对国内的不满甩锅给中国 谢峰还表示 中美关系目前先入僵局面临严重困境 谢峰还说美国想通过树立中国这个假想敌 重新点燃国家目标感 并且敦促华盛顿方面 改变他所说的极其威胁的对华政策 分析认为 自从中美今年3月 在阿拉斯加会谈之后 北京跟华盛顿之间的外交关系也悄然身边 当时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一届外交部部长王毅跟美方互唱 双方互相攻击了一个多小时 杨洁篪当时还表示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还为此登上微博热搜 浪墙内小粉红们大呼过瘾 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 拜登当局对于中国新疆棉花议题 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上面 就更加积极的掀起中国威胁 中国挑战以及制裁中国等警示 香港高等法院今天宣判 首例香港国安法案件 24岁被告人唐英杰 杉祸他人分裂国家罪 以及恐怖活动罪等罪名成立 这项判决结果 象征香港政府取得胜利 也对于香港国安法将如何重塑 传统上面独立的香港司法体系 产生重大影响 综合媒体报导 首例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 被控伤祸他人分裂国家罪 恐怖活动罪 以及危险驾驶 致使他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罪 案件经过15日 在高等法院不设陪审团的审讯 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立斌 彭宝卿以及陈嘉信 今天下午在高等法院做出裁决 被告唐英杰 伤祸他人分裂国家罪 以及恐怖活动罪 罪名成立 这个礼拜四将会做出判刑 现年24岁的唐英杰 被控在去年7月1号 也就是香港国安法生效当天 驾驶插上 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的旗帜 电弹车 在港岛弯载撞向三名原警 控方指控被告与巡游的方式 展示旗帜 涉及伤祸他人分裂国家 而以电弹车撞向原警 为实现政治主张而严重危害社会安全 也构成对中央政府的胁迫 属于恐怖活动罪 另外唐英杰还被控一项 危险驾驶的交替控罪 这是香港高等法院第一次 在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指示下 不顺利陪审团的出审刑事案件 由香港国安法指定组成合议庭审理 审讯方式将以英语进行第15个工作天 这起事件之中最受到关注的地方在于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 是否构成犯罪 辩方提供报告引述数以百计的访问 跟针对超过2500万条网络评论进行的统计跟分析 认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与香港独立之间的意思不存在密切关系 不过控方表示光复跟革命这两个议谈 在1000多年以来始终都是不变的 法官审判的时候表示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这起案件的重要元素 并且确认其有分裂意图 被告也明白相关意思 而且被告在明白其意之下 依旧在机车上面写上印有字句的旗帜 显然是有意图与他人沟通这种想法 而自从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30号实行以来 截至今年6月28号 一共有117个人因为涉嫌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跟活动而被拘捕 在本届东京奥运的会场之中 香港少年剑神张家朗 击败未免的上届冠军意大利选手加罗素 拿下男子花剑冠军 为香港夺下本届东京奥运第一面的金牌 这也是香港在奥运史上的第二面金牌 以及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一面奥运金牌 纵横媒体报导 现年24岁的张家朗世界排名第17 他在花剑男子决赛之中跟上届金牌得主 世界排名第7的加罗素对赛 一开始张家朗落后至1比4 不过之后联赢5分反超前 最终以15比11击败对手 为香港在本届奥运夺下第一面金牌 而这也是香港队历年以来在奥运的第二面金牌 张家朗在赛后对媒体表示 他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自己成了奥运金牌得主 他也表示昨天是父亲的生日 这块金牌可以用来补作生日礼物 他感谢家人跟教练 也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透过电视观赛打击 并且在张家朗夺下金牌之后发贺电文 表示张家朗为香港缔造历史 证明了香港运动员的实力 让全香港市民引以为傲 香港中年半也发贺电指出 中国香港代表团队展现出了奋发进取的时代风采 体现中国香港青年昂瘦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中国内地走红的香港金属警长刘泽姬 也发微博恭喜张家朗夺得金牌 并且还不忘提到张家朗是警方子弟 比赛当下不少香港市民聚在香港商场观看直播 为张家朗加油 值得注意的是颁奖典礼之中 升起香港特区曲奇 并且奏起中国国歌 香港民众随即发出一片嘘声 并且纷纷大喊我们是香港人 来盖过中国国歌 等你结束之后也转播桌球比赛 在日本组合击败中国夺金的瞬间 现场的香港民众还纷纷拍手叫好 香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俊瑶在微博写道 这是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 张家朗为中国香港赢下的第一个奥运金牌 并且贴文标签附上中国香港中国国歌 随后中国香港首金也登上微博勒搜榜 中国网友纷纷庆祝香港夺得回归之后的第一面金牌 由于中国国家队目前还没有获得金牌 有中国网友激动的表示 恭喜再次奏起中国国歌 不过也有中国网友质疑张家朗的政治奇丧 甚至指出张家朗在IG追踪何运师 以及支持反修例的账号 不过这的言论随即也引来其他网友批评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